这是一条狗引发的血案 男人下车一看 这人彻底死透 眼看不远处一辆警车开了过来 男人想跑就势必来不及藏尸 如果去藏尸就肯定来不及逃走 生死之间男人应该如何选择呢 这个男人名叫阿诚 他是吉隆坡的华人警官 他胆小怕事 平时他和同事们跟辖区内的毒贩舍属一窝 毒贩给他们保护费 他们给毒贩通风暴行 今天阿诚的同事正在夜总会跟毒贩收钱 突然遇到缉毒警察来领解 同事给阿诚打电话 想让阿诚帮忙周旋 可阿诚实在没时间 今天是他母亲的葬礼 阿诚必须赶紧赶到现场 他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 心烦意乱 突然看到路中间蹲着一条狗 阿诚光注意躲狗 却没发现漆黑的路上还有人 阿诚走过去一看 被撞的是个男人 他眼珠都掉了出来 当场死亡 胆小的阿诚被吓猛了 眼看远处有警车正在靠近 阿诚已经来不及逃跑了 他只能捡起眼珠 将尸体移到路边 用垃圾袋挡住 可是他只能挡住上半身 死者的脚还露在外面 眼看着警车越来越近 马上就要看到死者的脚吗 还好警车掉头离去 阿诚也知道不能将尸体扔在这里 他索性将尸体塞在后备箱里 开车上路 乌漏偏逢连夜雨 阿诚正心神不宁地开车 不料焦警在前方设卡茶酒驾 阿诚晚上出来的时候喝了酒 他跟焦警亮出自己的身份 表明自己也是警察 希望同僚不要为难 可焦警发现阿诚的封挡玻璃上有裂痕 这车很可能出过事故 于是他们不敢掉以轻心 强行要检查阿诚的车 最后焦警终于核实了阿诚的身份 大家也不查他的后备箱了 排成一排跟阿诚道歉 阿诚怒气冲冲地训斥了焦警的一番 驱车赶往母亲葬礼现场 而另一遍阿诚的同事刘浩 在收黑钱的时候 被缉毒警察堵个正着 不过刘浩收手快 缉毒警们没有确切证据 于是他们跟着刘浩一起回警局调查 结果其他人工卫上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唯有阿诚的工卫上用锁头 把柜子锁了个严严实实 缉毒警觉得阿诚有问题 于是砸开锁头 在阿诚的抽屉里发现一个平板电脑 可没密码平板也打不开 缉毒警怀疑平板里有警察们收黑钱的资料 于是带着人直奔阿诚母亲的葬礼现场 缉毒警们找到阿诚 阿诚只好将平板打开 里面是一些阿诚的收支账目 暂时查不到警方收黑钱的证据 可缉毒警们没打算善罢甘休 他们要把这些账目交给廉政公署进一步查证 说罢几个人在刘浩的劝说下离开了葬礼现场 可就在阿诚与母亲的遗体告别之时 刘浩突然发来短信 说缉毒警刚才忘记搜阿诚的车了 他们现在正要回来搜车呢 阿诚这下着急了 那车的后备箱里可是还有一具没眼珠的尸体 阿诚观察了一下殡仪馆的地形 发现通风管道是互相连接的 他将车子开到了通风管道与外界相连的通气口 将尸体放进了管道当中 尸体的脚上绑着一根长长的绳子 绳子的另一头拴着阿诚从女儿那里偷的遥控娃娃 随后阿诚回到母亲的停尸房 给了首页的工作人员一些钱 说自己想在这里陪母亲最后一晚 工作人员就将空间让给了这对阴阳相隔的母子 自己离开停尸房 阿诚用自己从外面偷来的氢气球挡住监控 随后踩着母亲的棺材打开通风口 遥控娃娃往这边爬 可是那娃娃一边爬一边还会发出小孩子的哭声 门外的宝洁大妈以为闹鬼了 吓得赶紧去找工作人员 小娃娃终于爬到阿诚面前 阿诚拉着绳子将尸拖进停尸房 将那尸体跟母亲一起放在棺材里 然后钉好钉子 将棺材回归原位 一切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可是棺材里突然响起了电话声 那是死者的手机在响 可现在阿诚已经没有任何办法 工作人员拿钥匙打开停尸房大门的时候 电话铃声停了 阿诚赶紧趴在棺材上装睡 工作人员未见一样就放下心来 阿诚也趁机离开了 第二天一早出病的队伍就出发了 阿诚母亲的棺材被拉到墓地 在一片痛苦声中被埋葬 阿诚高悬的一颗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处理自己这台肇事车 刚巧他看到那天查酒驾为难自己的两个交警 正在附近直起 警车就停在路边 阿诚仗着自己关大 怒斥两个交通警乱停车 两个交通警也只能忍气吞声 连连道歉 阿诚把自己破烂的车子送去修理 那些昨晚肇事留下的痕迹全都被一一处去 到这里阿诚一颗心才真的放下来 可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的 阿诚回到警局 就遇到他的顶头上司郭队长给大家布置任务 协助缉毒科的人调查国际贩毒案件 阿诚一看嫌疑人的资料就傻眼了 这名叫张诚的毒枭 正是自己那天晚上撞死的人了 怪不得那人撞了一下眼球就飞出来 原来那人佩戴的是一眼 于是阿诚只能硬着头皮跟缉毒科的徐警官一起搜捕 那个早就被埋在地下的张诚 警察们先来到张诚的家中搜查 这里早就没了张诚的踪影 当其他人都在搜索张诚家的时候 阿诚看到一条小狗就在张诚家后院附近排华 那狗不正是那天在街上蹲着的那只吗 阿诚追过去 才发现张诚家的后门正通往那天自己肇事的街道 就连自己的刹车痕迹都清晰可见 这时候一辆警车驶来 有人报案说前天晚上这里发生一起车祸 有人看到那天晚上这条路上有人被撞 肇事者还将尸体塞到后备箱后逃之夭夭 刚巧这路上就有监控 郭队长派人去调查监控 阿诚赶紧自告奋勇想负责此事 郭队长却没同意 做贼心虚的阿诚 借口送宵夜来到警局 从负责查监控的同时那里得知 那晚的车祸正好发生在监控死角 摄像头里看不清楚赵氏车辆的车牌号 只能隐约看清几个数字 同事们打算将车牌有这几个数字的车 都找出来一一调查 这可是个大工程 阿诚决定想办法处理一下自己的车牌照 就在这时阿诚接到一通陌生来电 我看到张晨了 阿诚吓了一跳 赶紧挂断电话 结果那电话再次打来 阿诚再次挂断 拦回几次后 那人依然气而不舍地打电话 电话铃声吸引了整个办公室警员的注意 无奈之下阿诚只好接起电话 陌生人这次连阿诚的车型都说得一清二楚 阿诚吓得连忙挂断电话 可这次陌生人竟然打到了阿诚的手机上 你敢再挂我电话 我就报警监局你 你个杀人犯 阿诚一边跟陌生人说话拖住他 一边在窗口查找可疑人 他怀疑陌生人就在警局门口打了电话 阿诚问陌生人有何目的 陌生人表示他要张成的尸体 而这时候阿诚发现一个身穿白西服的男人十分可疑 他正在打工用电话 阿诚赶紧追出去 白西服男已经挂断电话乘坐计程车离开了 阿诚赶紧骑着摩托去追 白西装男似乎特意在等阿诚 生怕阿诚看不到他 还一路挥舞着白毛巾指路 结果就在阿诚终于追上计程车的时候 好在阿诚没事 不过白西装男也早就跑下车了 阿诚赶紧追上去 两人在路上跑起了马拉松 没想到那男人竟然跑到了警局门口 还差点被车撞到 车上下来的正是郭队长和刘浩 经他俩介绍 原来白西装男人也是个刑警 还是阿诚的上级 名叫陈昌明 陈昌明将今日之事说成是一次误会 随后就进了警局大楼 阿诚悄悄跟在陈昌明身后 见他进了厕所就也跟了进去 还把厕所门反锁了 阿诚想跟陈昌明好好谈谈 谈谈他跟张晨什么关系 他为何会想要张晨的尸体 陈昌明却不左右而言他 一句靠谱的话也没有 最后更是开始对阿诚动手动脚 阿诚终于忍无可忍 我最讨厌别人摸我屁股 还摸那么久 阿诚按住陈昌明一顿暴躁 可陈昌明下手更狠 整个人像一个暴躁的神经病 一边笑一边将阿诚打个半死 他用马桶盖猛家阿诚的手里 还将水龙头塞到阿诚的口中 把张晨准备好了 等我电话 行吗 知道了 深夜阿诚来到母亲的墓地 将张晨给挖了出来 他先找到了张晨的手机 随后发现张晨的胸口竟然有弹光 那就说明在自己撞到他之前 张晨就已经被什么人打死了 阿诚将张晨的手机冲上电 开机后发现手机里有很多未接来电 他索性回播过去 电话里传来一个声音 那人说陈昌明有心想杀张晨 阿诚没有说话 而是让警队技术科的同事 去调查电话那头人的位置信息 根据同事调查的结果 阿诚找到了给张晨打电话的那个人 阿诚将人抓住 掉在大楼天台的柱子上 然后逼他说出张晨和陈昌明的关系 那人吓破了板 他告诉阿诚 张晨是毒贩老金的手下 可他却偷了老金的金库钥匙 所以黑道一直在追杀他 而陈昌明一直跟张晨和老金都有交集 陈昌明通过张晨的情报 扫荡了吉隆坡所有的毒品 然后趁着警方销毁毒品的时候 再通知老金回收毒水 把毒品混在酒里 通过老金手下的夜总会向外售卖 所以三人垄断了毒品市场 那人并不知道老金的金库在哪 但他猜想张晨或许会把钥匙藏在屁股里 或许会藏在那条狗的身上 于是阿诚先在张晨的尸体上翻掌一通 没有找到钥匙 于是他去张晨的住处找那条狗 在张晨家里 阿诚发现了一张上面有弹孔的会所宣传卡 他正要仔细查看 突然有人来了 来的人是刘昊 原来他在警局发现阿诚在撞警车之前 就曾经在张晨家附近的路上肇事了 交警的罚单都开下来了 他怀疑阿诚跟张晨的死有关 于是悄悄去交警队帮阿诚把事情抹停了 阿诚也不再瞒着刘昊 听我状的 就是张晨 但是陈昌明把他杀了 有嫁祸给我 阿诚怀疑嫉妒科警察掌握了老金的犯罪证据 所以陈昌明便杀人灭口 先杀了老金又杀了张晨 阿诚不想再逃避 他要将陈昌明的事情公之于众 可是刘昊认为阿诚斗不过陈昌明 他将自己收的黑钱全都给了阿诚 让他拿着钱员走高飞 这时候陈昌明再次给阿诚打了电话 他让阿诚下车往前走 我到了 你在哪儿 我在你后面 眼看好朋友被活活砸死 阿诚心如刀割 他痛骂陈昌明 却不料陈昌明此时正好敲响了阿诚家的门 阿诚亲耳刚听到妻子女儿将陈昌明请进屋 吓得魂不覆体 拼命往家赶 等他回家的时候 陈昌明已经离开了 阿诚赶紧拿出钱给妻子 让他带着孩子收拾东西回三亚老家避难 送走了妻子女儿 阿诚就要与陈昌明决意死战 他先去警队里领了十发子弹 其中四发空包弹 六发十弹 他还趁工作人员不备 顺走了一盒子遥控炸弹 随后他按照陈昌明的要求 来到了街头地点 将张晨的尸体搬到了陈昌明的车上 随后陈昌明出现 先搅了阿诚的枪 随后用金属探测器在张晨的尸体上一通晃 果然在屁股附近发现了金属反应 陈昌明十分满意 认为张晨将钥匙藏在屁股里 接下来他只要把钥匙拿出来就好了 阿诚转身要离开 却被陈昌明叫住 说要把枪还给他 阿诚正要往回走 陈昌明突然变怒 对着阿诚连开几枪 不过阿诚早就欲怕了这些 所以他的枪里开头的几颗子弹都是空包弹 随后阿诚就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陈昌明被阿诚的气势震住 把枪还给他让他离去 阿诚一边往回走一边按下遥控炸弹的按钮 陈昌明猜错了 其实张晨身上对金属探测器反应的不是钥匙 而是遥控炸弹 现在他要是开车就走 必然会被炸弹炸死 可是偏偏陈昌明开车又回来了 他拉着阿诚的手邀请他入国 眼看炸弹就要爆炸 阿诚急死了 赶紧把陈昌明忽悠走 阿诚在岸上盯了许久 也没发现陈昌明有生命迹象 他终于放心了 回家收拾行李就要去三亚跟老婆孩子团聚 可谁料阿诚刚一开门 发现血淋淋的陈昌明正站在他家门外 原来陈昌明一直潜在水下 等阿诚走了才爬上岸 此时阿诚的脑袋一片空白 陈昌明抓过他一顿拳打脚踢 阿诚被打得遍体鳞伤 趴在地上动弹不得 这时候他看到了那把藏在柜子上的枪 就伸手去抓 眼看要抓到枪了 陈昌明却将阿诚拖过来继续打 阿诚拼命正开陈昌明 跑进卧室 用柜子和跑步机将门牢牢堵住 可陈昌明已经追了上来 他发现踹不开门 就拿来一把刀将房门破坏 手握着刀伸进房间 阿诚一看赶紧抓住陈昌明的手 用力弄掉了他手里的刀 随后用领带把他的手牢牢绑在跑步机上 陈昌明暂时动弹不得 阿诚赶紧从窗口翻了出去 十分惊险地爬到了另一个房间的窗外 他本来想从这间房里逃走 却不料陈昌明已经正开了束缚 正站在门口等着阿诚 二人再次打成一团 扭打过程中 两人都看到了那把被阿诚藏起来的手枪 两人都想推开对方 爬过去拿那把枪 可谁也没留意枪的扳机 此时就扣在一根钉子上 两人在争抢枪的时候 也不知道是谁触动了扳机 陈昌明中枪身亡 阿诚被请回警局 在审讯室里交代此事响起 警署署长都惊动了 他听着阿诚的话感觉触目惊心 如果此事公之于众的话 警队内部将出现翻天覆地的改变 而警察的公信力也将大大下降 署长 你看这下一步 埋了吧 署长说的埋了 是把事情彻底压下去 不查了 于是阿诚被迫辞职 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阿诚的妻子女儿终于接了回来 一家三口团聚了 这天三口人一起去给阿诚的母亲扫墓 阿诚与妻子发愁以后应该如何 现在他们都没工作 以后要做点什么养家糊口吧 说着女儿从地上找到一只眼睛 这眼睛就是阿诚在搬运 张诚的尸体的时候掉下来的那只眼睛 如今一眼碎了 阿诚看到里面露出一个新品 难道这才是老金的金库钥匙吗 他根据之前在张诚家里找到的 那张留有蛋黄的卡 找到了老金的金库 阿诚用芯片顺利地打开了金库大门 看到金库里竟然满满都是现金 影片到此结束 这里留给观众们的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此时阿诚与妻子都失业 未来一片迷茫 偏偏在这时候他找到了这笔钱 对于阿诚来说 就是救命钱 他完全可以独吞 但是他却选择打电话给郭队 到底是要上交这笔钱 还是要跟郭队评分呢 大家可以根据阿诚的性格分析一下 阿诚与妻子都失业了